记者冯一宁台北报道,被视为超级男神的男性彭于燕不但电影之路走得顺遂,最近忙着宣传新作邪不压正的他,趁机偷奸到英国伦敦为代言的瑞士品牌浪琴表欣赏皇家赛马。 在英国,赛马被视为重要上野流社交活动,为此彭于燕也慎重地换上沉津大礼服并戴上高礼帽,看起来颇具绅士风,连他自己都说自己,今天是真正的英国绅士。 不过根据TVBS新闻网报道,彭于燕在自我介绍当中却说出,我是彭于燕,来自大陆,我是一名演员,主要演出电影。 这次在英国举行的Royal Escort皇家马赛从6月19-23日举行,彭于燕所代言的浪琴表为大会官方实际,彭于燕也亲眼见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乘坐马车进场,感觉相当兴奋。 他说,若有机会和他,英国女王,说话,想知道女王是否有内线消息知道拿匹马和骑士是夺冠大人们。 而且他也想浪琴喊话,如果要拍马术电影,一定要找我演骑师。 彭于燕穿助正式礼服参加英国Royal Escort皇家马赛。 浪琴表提供,彭于燕在英国皇家马术赛自我介绍表示自己来自Channel。 浪琴表提供,彭于燕穿上正式礼服觉得自己就像一名绅士。 浪琴表提供 浪琴表提供